网贷行业正在遭受生死劫,据01财经不完全统计,7月份以来截至15日,至少有50家平台出问题,涉及贷款本金至少在350亿元到400亿元。 其中,立案或竞争介入的平台占12家,轻盘24家,套路或是06家,另外,16家平台出现部分项目预期,或暂停发标,随着好业监管区研,多项新规密集摆布,金融各领域一些风险随之暴露,投资者应如虎对P2P平台进行甄别,又该如何避免投资血管无归? 网贷激励洗牌将继续,此次网贷平台暴雷风波,已曾经一度被预为民间四大高额反利平台之一的唐晓生开始,根据唐晓生披露的运营数据,截至2018年5月31日,唐晓生累计借贷预额拿9.32亿元,唐晓生暴雷后,同是高反利平台的联币金融被立案调查。 6月23日,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官方问博通报,松江警方已对连币金融案例案侦查。 至此,钱庞、亚唐金融、唐晓风和连币金融四大高额反利平台已全部关停。 某第三方研究员张叶祥认为,高额反利模式对增加平台成交量,以及增加投资人数有协助的效果。 但是此类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,并且为了维持高反利状态,平台很可能会采用唐晓骗局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投资人。 进入7月份,网贷平台包雷潮,犹如多米诺骨牌仍在继续。 距林一财经不完全统计,先是7月2日红创金服被报余期,累计交易2亿元,带还0.49亿元,7月4日保点网余期,累计交易45.6亿元,带还4.9亿元。 7月13日,一财金融清盘,累计交易4亿元,带还1.7亿元。 7月15日,天达金融宣布清盘,累计交易1.8亿元,但还未披露。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院薛孔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, 不少平台提前的人员、资产、市场推广等方面处备资源,寄希望于备案之后的大发展,但备案的突然延期打乱了平台的发展节奏,行业不确定性再次增强,客观上起到了加速行业分化洗牌的作用。 投资人避雷有要点,在暴雷潮中,投资人该如何避雷,正确日报记者总结了以下几点以供投资人参考。 一是,不盲目追求高收益,从近期网贷暴雷情况来看,一些问题平台以高反利或高利率为优而,致使投资人踩坑。 这些平台在监管逐步严格和完善的情况下,套利空间越来越小,自然无法长久运营下去。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金曾经表示,努力通过多种道事,让人民群众认识到,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,收益率超过6%的就要打问号,超过8%的就很危险,10%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。 二是,不要迷信平台的背景和标签,在网贷行业中,不凡有平台依靠上世系,国资T等标签为自己背书。 在网贷行业发展至今,之前投贷光环,后来又倒塌的网贷平台,并不在少数。 因此,这些所谓的标签和光环,并不应该成为投资人的投资坐标。 凡是,信息披露不完全,资产不透明的平台需提防。 市场上有很多平台,愿意宣传自己的交易体量等信息,但有些平台却从不愿意讲自己的资产的是什么。 而往往平台避而不谈,避重就轻,遮掩掩的地方,都容易一如猫泥存在。 证别平台有三个关键。 今年以来,监管高层曾多次提醒投资者,在投资理财时提高风险意识。 薛红颜认为,监管曾已经建立了良好的防范机制,设立了安全闸口。 若投资人能细心留意,则或可规避风险。 薛红颜认一步说明,第一是资金存管关卡,进入资金存管后,平台账户,投资者账户和借款人账户,在资金层面是分开的。 只要投资者身为投标,资金趴在投资者照护中,安全有存管方负责,可以确保不被平台非法挪用。 有些网贷平台爆雷后,一些投资者可以做到了全身而退。 原因就在于此,资金存管很大程度上,提高庞氏骗局的操作成本。 所以,投资人必须仔细识别,该平台是否真正对接了资金存管。 第二是信息披露关卡,根据P2P平台的合规要求,平台需要详细披露借款人信息,平台若伪造借款人,很容易露出马奖,仔细针别该平台披露细节,就可以发现问题所在,而不是盲目被高利率所忧。 第三是接管要求的小标模式,企业借款人余额,不得超过100万元,这道关对于庞氏骗局性质的网贷平台是个坎。 这意味着庞氏骗局平台需要叫很多借款人,或注册很多的空壳公司,配合从事诈骗片活动,从操作上加大了难度。 本文原子正确预报,更多精彩资讯,请来金融界网站。 www.grjcom.cn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